路口左轉燈還沒亮 轎車提前起步 直接往左回轉 這時對向一台直行機車 同樣搶黃燈 兩車閃避不及 直接相撞 女騎士連人帶車被撞飛 安全帽也掉在地上 滾了好幾圈 轎車駕駛下車查看 這戶人員到達後 趕緊將他送醫 還好女騎士傷勢不重 送醫後沒有大礙 事情發生在彰化 7號晚間8點多 轎車回轉 結果和機車撞上 當地民眾說 這個現場車速都很快 大小車禍不斷發生 同一地點 兩個禮拜前 銀色轎車從內車道 沒打方向燈 直接右轉 撞上執行的 19歲郭姓南騎士 導致他連人帶車被撞飛 在地上翻了兩圈 差一點就被後方汽車輾過 南騎士速度想要站起來 但又被撞到全身無力 跌倒在地 彰化市金馬路這個路口 警方統計 光是今年1月到8月 就發生了14起的車禍 這回又在短短兩週之內 發生兩起追撞意外 還好都只有輕傷 記者陳盛委楊敬衛宇文彰化 採訪報導